HELLO 大家好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OK 那來玩這款A3幸存者 那準備要開服了 現在時間是11月10號 那下午的2點 不知道會不會準時開服啦 我們來等等看 那代理商是網絲Nenmarble Nenmarble的話 我的頻道上KOF也是他們代理的啦 好 那重新執行遊戲立即進入 來吧 往時代理 這個開頭動畫音樂我很熟啦 因為我KOF也玩了一年 KOF All Star 好 那來吧 抓取我的Play遊戲帳號 有連動是不是 這邊我來驗證一下 OK 來看一下 伺服器的話 好像都順暢耶 嗯 我就隨便一個吧 那這邊有一些設定 可以先調高解析度 我們先調高一下 先這樣吧 這個看一下 我來用我的帳號登錄好了 我應該是有用 OK 來吧 遊戲的開場 有那個動畫 你們可以欣賞 動畫做的還算精緻吧 因為是韓國遊戲嘛 韓國遊戲他們的動畫都還不錯 那這邊可以創五個角色 我也是第一次玩 第一次玩 韓服 韓服的話 我沒有先玩啦 騎士 狂戰士 魔法師 應該是綁定性別吧 暗殺 好 看起來是 三男兩女 好 弓箭手跟那個 魔法師通常是女神 畫質的話是還很精緻的 好 魔法師吧 反正我不是玩魔法師就是弓箭手 然後大部分都是女角 這邊的話 捏臉的話可以用預設 預設的臉 可以自己捏吧 可以自己做一些細項的調整 他們這種就是眼神會看著 比較生動 很不錯 韓國遊戲 我先用預設吧 都不用調啦 服裝的話 我不知道是不是 只是一開始 讓你先 展示一下 就是說進去之後 你可能還是新手吧 新手服裝吧 這個有點旗袍的味道有沒有 眼神接觸是怎樣 可以取消就對了 這樣子他就不會看我們 OKOK 好 來吧 那這邊有一個公告吧 那這邊有一個公告吧 遊戲雖然是MMORPG 可以創五個角色喔 還不錯 小仙小仙天爺 我要說的是 遊戲是一款MMORPG 但是它是主打那種 三十人大逃殺 新生者 那A3這款遊戲的話 A3 Online是 在2003年的時候 台灣有上線上市吧 2013年到現在也17年 那時候我記得還蠻清楚的嗎 廣告打蠻兇的 然後我應該是要 包月吧 月卡吧 所以我就沒有玩 然後後來我玩了天堂2 天堂會比較慢一點點上市 那天堂會現在還活著 人家還活著 那A3的話就 很快就收起來了 我記得是華裔代理 華裔國際代理 當初都沒有玩 可能也存過三四年吧 這邊有動畫 他這個動畫 看一下喔 跟剛剛開場不太一樣 還是一樣 我看一下 應該是不太一樣吧 畢竟我現在創的是法師阿 他好像是以法師的視角為主 總之就我一個職業嘛 看你喜歡玩法師弓箭手 還是暗殺者 另外一個應該是輸出吧 可能是肉盾之類的 肉盾輸出 OK那這個 開始吧 這邊的貨阿 還在介紹 連取胖2 那時候A3好像是有成人禁的感覺 因為好像會把屍體給分開來 砍怪會有一些屍體 然後身體被分離 一些比較血腥的畫面 那這邊的話 模擬器有抓到了 好不好 我用雷電模擬器 我用雷電4.0 目前沒有閃推問題 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可以先隱藏一下 好來吧 好來吧 是法師嗎 可以旋轉嗎 可以放大 他可以 不能旋轉 目前不能旋轉 現在視野是鎖定 好 我不太會操作 如果他 他好像不會自己 自己水 因為你要靠近幾眼 那畫面有點畫 就是他為了要讓你 打起來更有感覺 他畫面會一直晃動 還要習慣一下 這邊只是暫時的QTE模式而已 讓你按一下而已 左路的樣子有點奇怪 跑步的樣子 破壞障礙物 就是我怎麼覺得我跑步的樣子 不太淑女啊 就是閃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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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師的那種類是閃爍的 回避吧 那好像可以控制一下說 這是隕石樹 這是火龍捲風 兵系的 這可以移動 像光碎一樣可以移動 這是我的普通工具 好繼續 反正這邊是教學而已 掃過去 自己控制方向 武石樹也可以控制方向 他掉下來 就是龍捲風 技能還蠻有特色的 好 這是boss嗎 小boss 咱們繼續啊 這怪遊戲 我昨天就下載好了 應該很多人就下載好了 小boss 小boss 不知道什麼字 焦熱未必 使用迴避 好 迴避一下 小boss 呃 他剛剛講的是我 因為我剛剛有設定嗎 語音是要用日文還是英文 這個陣鬥到底是 沒有的話 真的懂 7788吧 我為什麼要盡他 不然也變英文了 突然也變英文了 突然也變英文了 好好好 新手教學大概是這樣 10分鐘過去了 還可以還可以 那我可能玩不到那個 我覺得我可能玩不到那個 大逃殺的玩法 不過我只要做20分鐘的影片的話 只能看看劇情 然後玩完 打打前面的拐 因為你要跟人家大逃殺 一定是 你得要有一定的練度 對熟悉度 對遊戲的熟悉度 要比較高 動畫真的還蠻多的 這些動畫都是要花錢做的 突然變黑白 然後時間暫停 欸我出現了喔 好 再次給予機會 好咧 請跟隨靈魂之喜 我們先自動吧 我覺得他跑步的姿勢不好看啦 有點那個駝背的感覺 他的日本的發音我覺得 我也不知道標不標準 反正就聽起來跟平常你在看動漫的那個聲音不太一樣 反正我們就要拯救世界吧 好 開始 全自動攻擊啦 MMO全自動 那我的技能全部都被鎖起來了 我不能用 好 我們現在要阻止這些離人進攻 啊 已經有人 對於系統的訊息了是不是 系統這邊就有訊息了 好那現在時間是2點13分啦 下午的時間 沒錯 如果遊戲的話會有一個Menu在右上角 現在還沒出現 我不知道這個有沒有 不知道會有一個菜單單位 可以打開 然後這個 遊戲的介面功能都會出現 顏色比較深紅 因為敵人進攻 然後都是火焰 燃燒 這邊就不是動畫 這邊是用那個遊戲的畫面 在做 模組 模組做出來 無法跳過 無法跳過 他提醒我無法跳過 好 那這邊有一些 找一些人來 來玩吧 一些網紅吧 說實在我都不認識 我只知道統神而已 我看一下喔 西門夜說知道 因為他是那個之前 LL有電競選手吧 蝦害橘子好像有 好像也是知道 好 我知道不多 因為我都很少關注 好這沒有我說嗎 右上角會有所有的Menu 韓國遊戲的MMO都是這樣做 他們習慣這樣 那我們先不要去解任務 我先來看一下這些東西 稍微看一下 成長 裝備技能 總共有兩個 兩個頁面 所以是有八個技能可以 可以用 一鍵清除 自動裝備 他要教我們如何裝備技能吧 好 就裝起來了 現在可以裝兩個技能 然後繼續交 可以預覽 預覽我們的技能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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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店的貨 每日商店 這邊要花台幣購買 每週購買 免費 好每月購買 有一個免費 其實這個免費就是 蜥蜴你過來點點看這樣 的一個功能 應該還有東西沒點啦 我就 再看看吧 這是我背包目前的狀況 好 那這邊的話 有鈴鐺耶 來看一下 看看有沒有福利啊 看看有沒有福利啊 這個武器防具的強化石 然後帳號的話 我剛剛那個 我的Google Play帳號 有點小問題吧 好像我出現錯誤 我就用Facebook 反正台灣遊戲 就是用Facebook 跟Google帳號 通常是這兩個 這邊可以領取 那這邊是 一些活動 第一天的獎勵 手除的優惠 這個應該是 大論令吧 他算還寫手除 我先把一些 有紅色的那個 提醒的我們把它看一看 這邊是籤到 嗯 反正你覺得 我之前玩過那個 V4跨界戰的話 跟這個畫質 應該也差不多吧 那我現在視野是不能旋轉的 我不知道能不能改啦 因為有的是他視野 可以鎖定2.5D或3D 先稍微看一下 活動 任務 1-1 1-1喔 剛剛已經完成1-1 我現在要玩1-2 他把任務弄到這邊 主線任務 然後 他現在正在讀取 我不知道在讀什麼 有BUG吧 網路伺服器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 一直讀取 然後我就沒辦法離開啊 把它點一下 點一下才可以離開 這邊有教學吧 區域任務 我們要點這個發光的地方 才可以離開 才可以進行下一步 突發任務 支援任務 金智活動 金智活動 這個活動分數應該是活躍度吧 活躍度可以慢慢淋 總共有200吧 好 任務先看完 先大概是這樣 這邊也有任務可以直接點進來看 就是說他這個是所有的菜單嘛 那你不從這邊進來的話 可能從別的地方也可以看 好那我不知道我的視野可不可以改 來看一下設定 找一下設定 省電模式 看一下喔 好像沒有 沒有看那個 3D畫質啊 可以讓你隨意旋轉 至少這邊沒看到 聲音 他這個聲音做得很細像 因為會有一些 跑步的聲音或是花草聲音 或是環境的聲音 很細 所以你這邊發現他的聲音是調的很細的 技能的聲音啦 環境聲音有沒有 就是會有一些蟲鳴鳥叫聲 我玩那個V4跨界戰 也彎了十幾集吧 那時候 也是覺得 喔 環境遊戲做得很好 細節很多啦 這個應該是我們自動戰鬥的一些功能 早期沒有這個東西都是用外掛 現在不用外掛 現在都內掛 內掛 然後通知 時間上已經19分了 我稍微玩一下任務 稍微介紹一下 調過 繼續 這邊會有一個 幾驗幾驗幾驗 就是韓國遊戲的特色 之一 他會告訴你 你距那個NPC 或是打過來的地點 還有幾公尺 他們會把他實體化就對了 好 繼續 先調過吧 繼續 反正就是講話嘛 然後升級 鬼任務 打怪 他跑步之前會稍微助跑一下 這邊有一些玩家已經出現了 機場陸陸 吸力妹 大家都男生吧 體重ID 我通常會玩 男生玩 通常都是給男生玩的吧 遊戲大部分 男性像比較多 男性像的遊戲比較多啦 可能看我頻道的觀眾 幾乎都是男生也不一定 我就覺得他跑步的樣子 我不是很喜歡啦 目前為止 你要讓他先助跑 好像在跑什麼樣 跑不動 反正就先接任務 升級 有的還會做點數 就是可以 有卡住 卡住的時候你就要注意 其實他在教學 要點一下 我剛剛也以為卡住 但是我發現是在教學 我現在找不到士尼 大概真的是 鎖定了吧 不能旋轉 這裡的或自動 自動在這裡 你可以手動 這是藥水 你現在是用這一個 你可以把他鎖起來 這邊是 豺狼戰士嗎 我比較不喜歡2.5滴啦 鎖定的 我比較喜歡3滴 可以隨意旋轉 這邊有 皇家什麼戰場 我這邊是賽季排名 來看一下這邊 皇家之戰應該就是我說的那個吧 大逃殺的玩法 可能啦 可能 不然要去哪裡玩咧 對吧 就MMO結合大逃殺的玩法 那就PVP或是PVE 有兩種玩法 這邊是與三人組隊生存到最後 這個應該就是了吧 生存遊戲嘛 生存遊戲就吃雞啊 大逃殺 吃雞遊戲前幾年也沒有很紅啊 那他就直接讓人來玩一下吧 那我們來體驗一下好了 反正MMO的部分 就是打怪接任務回任務 然後穿裝備嘛 那個每個人 好我們來到了另外一個區域 地區封閉嘛 大逃殺會有一個雷達區域 會慢慢縮小慢慢縮小 然後把玩家擠在越來越小的區域 強制你們去PK 遊戲行走的動作是比較慢的 我覺得 比較真實吧 好我們視野真的很狹小 那我們這邊視野增加了 視野增加才有優勢 好這個是道具 最多可以拿兩個道具 OK 好 那現在要幹嘛 叫我們點這個 好我們吃了道具 無敵 吃了無敵星星 我現在在二區 點他 喔 這個塔我們站下來 就擴大視野 對我們友軍有幫助吧 算是一個眼睛吧 就插眼睛 對我們 強化死了 趕快強化一下 這邊很多強化的東西 吃了就可以用 隨便用 這邊還有強化死 不是有人耶 他是玩家是不是 AI吧 OK OK 好那 大逃殺的玩法 大概就是一個吃雞玩法 那就完成 完成吃雞 沒有就是教學而已 Winner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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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差不多我就先玩到這邊好不好 想玩的人現在已經可以玩了 我會把那個遊戲的下載連結放在影片下方資訊欄位 好他們的臉書啊 官方網站啊都可以 這邊還有我進去啦 然後我就不進去了 好皇家之戰點擊入場 我們剛剛已經完成了一個教學 好我就不去了 好我們先離開 我們先離開 好先取消一下 先玩到這邊吧好不好 看你喜歡玩戰士還是法師還是弓箭手 我覺得弓箭手可能蠻有優勢的 不知道 也許戰士也蠻猛的 那遊戲先介紹到這邊 我再看看要不要繼續遊玩 就玩個 再玩看看也行 因為最近可能也沒什麼心有 這款可以來玩玩看 好的那就先這樣吧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